不是 我还有很多朋友看我直播说 老梁经常就是不让大家送礼物 说快手这么多人和其他人从来没见过 就是不让送礼物的 我告诉大家我这是为大伙好 就是你如果你的一月收入啊 就那些 你说你给我这点也帮不了我 这是大不了我也小不了你是吧 所以你就是如果你那点能回去孝敬孝敬你爹妈 或者给女朋友买点啥 那你就给他们嘛 就我这所有时候都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当然你要是特别富裕 你说老梁我就愿意听你说话 这话说我心里去了 我就当给你鼓个掌了 给你送礼物 咱也没必要完全拒绝 当然你这送我建议是什么的 你有送过礼物 你不如去支持老梁故事会超级版 你花不到200块钱 你一年听104个故事 就刚才我讲的那类的故事 那都是尖声 听完之后你一喝酒跟大伙一吹牛 我听了 然后你不知道 你想你自己本身还长能耐 你还能跟大伙闲闲闲 就我们说 好刚用的到日上 你包括就是我 这不是说我自水自雷 我的四大名著青山客 那156期 每一期解决年轻人一个痛点 我认为都是有针对性 我不是光分析 我是告诉你解决问题方法 不一定都对啊 但是你看了我567517对的 对你成长帮助多大 你想就是你把这钱用到这上面 我觉得是正道 那这一点 我们的这个快手小店里边呢 那橱窗里头 还包括就是我的那些固定合作平台 也都有 有的是免费的 你白听 有的那人平台出于发展考虑 你要收点钱 这也很正常 你他不收钱 他搁什么让我来干这节目 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白给他干 我也得养家糊口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活动 就比你坐在那给主播往死了刷礼物 完最后主办都不知道你是谁 不比那个强多了吗 咱干点对自己有用的事 人生在世呢 既得学狗又得学猪 狗是对得起主人 猪是对得起自个人 人就是狗和猪的结合的商务 你没有吧 就是狗 你咱们得对得起别人别害人 但也得对得起自个儿 咱别干那种啊 在轰轰烈烈的 人家还不领你情 完了你还损失不少钱 咱不干点事